大家好 欢迎收看旧金山焦点 我是林萧然 美国众议院10月中旬一致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给走上街头的香港抗争者带来极大的鼓励 人们既希望美国通过这项法律制裁港府和中共的人权迫害者 进而帮助香港人达成五大诉求 不过 在美国两党和美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 现在意见超级一致的情况之下 这一法案在参议院却迟迟没有得到表决 令人不免失望 人们要问 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以及这个法案是否能够顺利的通过 根据路透社11月5号的报道 香港法案在国会参议院的提出人 参议员卢比奥承认 这一法案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进行全体表决 是因为遭到了阻力 也就是说 在100名议员中出现了反对声音 他在接受路透记者采访时是这么说的 你的疑问和我的一样 为什么得到了广泛的两党支持的法案 以及在一个尖锐且正在发生的问题上 尚未进行美国参议院全体表决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参议院的版本是S1838 我今天查了一下 这个法案已经被列入了全院表决的法案名单之内 应该随时都能进行投票表决 另外 100名国会参议员中已经有37位进行了联署 如果加上卢比奥的话 就有38人对这个法案明确表态 支持其成为法律 这38人包括18名共和党 19名民主党 以及一名无党派议员 而最新一位加入联署的是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来自新泽西州的参议员布克 他是昨天刚刚加入联署的 可以说 正像卢比奥所说的 这个法案是跨党派支持的 同时 他仍在努力让更多议员加入联署 这个参议院版本的法案内容与众议院的大体相同 其中对港府和中共最有威慑力的条款是要求 总统向国会报告在香港实施侵犯国际公认的人权行为的个人名单 包括在香港进行的法外引渡或酷刑 该法案仅值此类人进入美国并对他们实施制裁 按照路透社的猜测 香港法案所遇到的阻力 主要来自美国一些农业州或者与中共有很多贸易往来的州的代表议员 他们希望法案能够慢速通过 甚至在幕后阻止其成为正式的立法 路透引用香港《苹果日报》所属的一传媒的话说 多达9名国会参议员可能反对这一法案的通过 虽然这些人至今都没有公开表态 我在写今天的文稿的时候也做了一些调查 发现美国十大农业州的20名参议员中 仅有3人连数了S1838 可以说 路透社的猜测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之前也有报道说 与中共有巨大利益瓜葛的华尔街财团 也在游说国会试图阻止这一法案的通过 与此同时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也饱受质疑 特别是其华裔妻子 先任劳工部长赵小兰家族 因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 且与中国有商业往来 另外 向加州选区的资深国会参议员范石丹 也没有就香港问题表态 范石丹此前被揭露 其家族与中共保持长达40年的深厚关系 卢比奥今天在推特上转载了路透的报道 表示一定要努力通过这一法案 他说 我们与所有人正在共同努力 以通过我们的香港法案 但我们不会让任何人拖时间 在某一时刻很快就会行动 我们无论怎样都会进行投票 而反对者则必须解释为什么反对 之前在一期节目中我说过 港府和中共对香港自由民主的侵蚀 对香港人的打压 是黑是黑 白是白的事实 在西方社会不存在是非的辩论 就算是暗地里对中共暧昧的官员 也不敢公开站出来表达不一样的意见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法案能在美国国会众议院 无意义通过的原因之一 所以说 只要卢比奥议员继续坚持 个人认为 这一法案早晚会在参议院全票通过 那么问题来了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如果在参议院过关 川普到底签不签呢? 路透报道说 正值美中商讨签署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际 总统川普对香港局势没有表达过强的看法 甚至是沉默 而川普在与中方代表刘鹤近期会面时表示 只要贸易谈判取得进展 他将对香港问题继续保持沉默 不过 川普的态度未必能够影响到香港法案的进展 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 只要一个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 就会自动生效 总统没有否决权 不过 路透也承认 在香港和贸易战议题上 川普政府总是一个唱白脸 一个唱红脸 唱白脸的始终是川普 经常挂在口边的是 我与习近平是好朋友 唱红脸的是副总统彭斯 和国务卿蓬佩奥 二者在最近的对华讲话中 强烈谴责港府和中共 利用港警打压示威民众 并强调美国政府 一定要维护香港的自由和民主的制度 可以说香港问题是中共的烫手山芋 而不是美国的 对于川普来说 只能是手里多了张制衡中共的牌 签不签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就看中共在贸易谈判上 会不会做出实质的让步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旧金山新唐人的YouTube频道 旧金山焦点栏目下留言 与我互动 我是林萧然 下期再会